手鍊拆開冷氣機身濾網 師傅加緊趕工進行清洗作業 高壓水槍一噴 成年污垢通通洗出來 万万沒想到冷氣濾網 骯髒程度有如長出一層灰 髒到不行 后面这一则会是最快卡脏的 再来就是它后面的排水 后面这个排水过比较小 所以说如果卡脏的 它很容易漏手 看不到也清不到 只好交给专业的来处理 气温渐渐回升 趁着夏天来临前 已经有不少民众卡位洗冷气 在清洗濾網吧还是怎么保抑 就是清洗濾網而已 如果没有常态洗 会不会觉得冷气不冷 会 所以常常清 每天吹啊 民众最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过了一个冬天 重新打开冷气 发现制冷效果差 空调运行出现异味 甚至过滤网太脏发霉了 除了平常定期保养 遇到这些万年污垢 更需要拆卸后进行清洗 这前后还得花上四个小时 大约三到四成左右 目前要不多一到两个星期 那滤网希望你们最慢 要两个星期洗一次 不管它有没有脏 用干抹布擦干 千万不要 那个滤网不要晒太阳 因为晒太阳的话 它会坏掉 如果说我吹起来 只有一段有风 其他的地方是没有风的 那大概就需要找专业的人员 来帮忙清洗 甚至说 比如说我冷气开了 开始吹冷气之后 它会有漏水的清洗 这个都会需要找专业的人员 来帮忙清洗冷气 毕竟冷气太脏 耗能下降 电费还可能因此报表 平常请保养 才能省荷包 欢迎新闻林维凯克冠城 刘佩婷高雄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